哈喽大家好,哈喽我是天 随着高通刚举办了2023骁龙峰会 全新一代的旗舰处理器骁龙8件Tree正式发布 小米又再次抢到了首发 正式推出了小米14系列手机 开卖了一个星期 销量直接破百万 尤其是小米14 Pro这次的亮点非常多 我们现在就先一起来看看这台手机的配置 小米14 Pro一共有推出四款颜色 有黑色、白色、岩石青和钛金属特别版 它的前直镜头是采用了3200万像素的高清相机 后直镜头是搭载了光影猎人900传感器 5000万像素的莱卡动态主色 还拥有1024极可变光圈 再配上一颗5000万和4000万像素的莱卡浮动长焦 再加上一颗5000万像素的莱卡超广角镜头 小米14 Pro是使用了一副6.73英寸专业2K的全等深微取评 再配上120HzLTPO正式印刷新力 和最高2160Hz的顺时触控采样率 屏幕峰值亮度最高可以去到3000尼特 它也搭载台积电4nm工艺制成的第三代骁龙霸处理器 再配上LPDDR5X和UFS4.0的高速存储 还有小米环形冷风散热系统补助散热 电池方面它是配备了4880mAh的大电量 再配上120W的超级快充 还有50W的无线秒充 它也有支持Dolby AirMod旗舰及立体声双扬声器 还有Hi-Rage Audio有线和无线的认证 也有支持IP68级的防尘防水 小米14 Pro这次推出了4个版本 12加256卖价3849 16加512卖价4295 16加1TB卖价4459 另外钛金属特别版 16加1TB卖价5749 它的机身厚度是8.49mm 重量是去到230g 这一台就是小米14 Pro啦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开箱 盒子里面就有给你一张说明书 还会给你一支开信卡的信卡针 也会送你一个黑色的硅胶软壳 还有一条Type-C to USB的数据线 和一个原装120W的快充充电器 现在在我手上的就是小米14 Pro的实体机 我们这次拿到的是黑色的版本 上方就有它的三颗镜头 还有一个闪光灯 下方就有一个小米的logo 小米14 Pro镜头模组边框 也是搭配了巴黎钉纹装饰环的设计 手机背盖是采用了玻璃雾面的材质 这个是下方的speaker 这个是Type-C的充电插孔 这个是microphone的sensor 这个是放心卡的位置 这个是上方的speaker 这个是音量按键加跟节 这个是开关机按键 从侧边看起来主镜头的部分会比较突出一点 SIM卡方面它可以支持两张SIM卡 但是不支持memory卡 小米14 Pro屏幕边缘以非常微小的幅度 直接与手机中框相连 同时这块屏幕四面边框是等宽的 而且宽度也做得非常窄 再配上一颗中央打孔屏的camera设计 它的处理器是霸盒 最高可以去到3.3GHz 系统版本是用到Hyper OX 1.0.20 Android版本是用到Android 14 色彩风格里面它可以支持专业原色 生动 鲜艳 高级模式 还可以支持真彩显示 屏幕刷新率它可以支持60Hz 最高可以去到120Hz 视频分辨率里面它可以支持 FHD Plus超清显示 2400x1080 最高可以去到WQHD Plus激情显示 3200x1440 它也可以支持超分辨率增强 AI智能场景优化 视频画质增强 和动态画面补偿 内存扩展它最高可以扩展多8GB的RAM 这个是主镜头 这个是广角镜头 这个是2倍镜头 这个是3.2倍镜头 它Zune的话最高可以Zune到70倍 在录像里面它可以支持超级防抖 和超级防抖Pro 录影画质它可以支持720p 30帧 最高可以去到8K 30帧 这个是电影模式 这个是专业模式 在拍照模式里面 你也可以选择来卡声动 或者来卡经典 它也可以让你手动来去更换光圈的设置 有F1.42 F2.0 F2.8 和F4.0 这个是人像模式 大师镜头里面 它也有支持人文35mm 玄焦50mm 肖像75mm 还有柔焦90mm 这个是文档模式 更多里面它有支持夜景 50MP超清失效 全景 微电影 慢动作 严实摄影 门拍 AI水音 长曝光 超级月亮 接拍 导演模式 这个是开启的夜景模式之下 拍摄出来的样张效果 这个是在比较暗的夜景之下 拍摄出来的效果 这个是前置镜头的人像模式 这个是开启的50MP超清失效 拍摄出来的效果 这一组样张 左边的是开启了两倍变焦 拍摄出来的效果 右边的是开启了3.2倍 这一组是采用了大师镜头里面的四种模式 拍摄出来的效果 这个是开启了厚值主镜头 4K 60帧的帧数 拍摄出来的效果 这个是开启了超级防抖Pro 拍摄出来的效果 这个是开启了前置镜头 4K 60帧的帧数 拍摄出来的效果 在安兔兔跑分里面 它可以去到2093541分 它的单核跑分是去到2165分 它的多核跑分是去到6678分 在王者里面它的帧率最高可以去到极高 分辨率最高可以去到超高 在王者荣耀里面它的游戏帧率可以去到120帧 达了三场排位 全程多开启最高帧率 平均温度保持在41-44度左右 在和平均里面我们打开画面设置 流畅最高可以去到90帧 均衡最高可以去到极限 高清最高也是可以去到极限 HDR高清也同样可以去到极限 超高清要在外面大厅设置 这次小米14 Pro采用了高通骁龙8 Gen3的SoC 相比上一代升级幅度还是非常大的 它使用了ARM新一代IP 以及64位指令级 CPU和GPU提升了高达30% 功耗也有了30%以上的下降 AI同性能功耗甚至下降了43% 刨分也直接去到了200万分 也是我们目前评测过的手机里面 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度 影像的部分 14 Pro的超广角和浮动长焦都采用了Samsung JM1的传感器 而主摄是选择了一颗全新的光影猎人900影像传感器 并且搭配了F1.42和F1.40的无极可变光圈 光影猎人传感器支持双原生ISO 通过计算可以合成最大13.51V的高动态范围画面 这也是IBMX 989的8倍 带来了业界最领先的单真高动态能力 在借助更大的光圈 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细节和光线信息 而且在光影交错的场景 亮部跟亮 暗部跟暗 就算是你不会拍照 在各种场景下利用小米14 Pro的镜头 也可以拍出清晰锐利的照片 无论是拍摄风景 人物 还是日常物品 都能呈现出自然真实的质感 也能自由调控光圈值 通过光圈的变化 调节样张背景虚化的效果 更容易突出拍摄主体 小米14 Pro正面采用了一副6.73英寸的2K超动态屏幕 但这次不是来自于Samsung 而是滑星光电 而且是最新打造的旗舰C8发光材料 参数数值方面超一流 拥有1440 X3200的分辨率 支持1920Hz PWM调光 还有AI亮度调节 屏幕面板还采用了小米龙金玻璃 是传统玻璃抗跌落性能的10倍 耐滑性的1.32倍 为屏幕提供了超高强度的保护 还使用了一块MIG级别的全等身微曲屏 四边和四角以相同曲率微小下弯 从侧边看这块屏幕仿佛飘浮于机身表面一样 既带来了直屏的视觉享受 又兼具曲面屏的顺滑手感 最后我们总结 小米14 Pro搭载了首发第三代骁龙8 拥有出色的影像能力 优质的屏幕 高颜值的外观 和扎实的做工 让它成为了一款有了充足准备的全能旗舰新品 所以如果你在找这一台全能的旗舰手机 都非常推荐你可以考虑这一台 也欢迎大家留言在评论区 看看你对这次的小米14 Pro有什么看法 我们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 如果对这台手机有兴趣的朋友 都可以点击下方的购买链接 来去做下单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记得赶快来帮我们做个订阅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